大家好我是Kengy老王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延續了上一集的環半島影片 我從台中騎到了宜蘭 接下來我即將前往花蓮 而這次除了體驗了樹花改的騎乘便利星外 還探訪了一些花蓮的特色景點 第三天我們即將從太魯閣騎中橫回台中 中途還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 差一點回不了家 我只能說這次騎乘真的非常的刺激與難忘 好不多說就一起上路吧 我的摩托車這一趟從台中騎上來宜蘭 我們現在在蘇澳 好我們請一下我們的阿橘來介紹一下房間 聽說如果是一般時間不是冬天的話 會有冷泉可以泡 但是現在冬天所以就冷泉要維修 有點像汽車的地方 感覺大概還不是汽車的地方 一個房間有一張雙人床然後小空那邊 然後蠻明亮的 看一下 你喜歡嗎 你喜歡 房間的內部設計充滿著工業風的細節 泉水泥的牆面還有鐵管的配置 其實我本身就蠻喜歡工業風的 但是這個室內空間可可惜它沒有植物的點綴 不然應該會更棒吧 它的格局呢我一直覺得很像汽車旅館 但橘子一直說它不是 因為你知道汽車旅館會有很多奇奇怪怪 無人不會設施 欸可是它那個廁所沒有 這個超像汽車的 這就是洗澡要在裡面表演就對了 在裡面表演洗澡的概念 但浴室這個很大的泡澡池 不得不說真的很舒服啦 我們一家人在裡面泡澡都還很寬敞 這一點是真的還不錯喔 來 各位早安 哈囉 哈囉 你們 哈囉 他現在要去吃早餐 不知道他早安怎麼樣 先來去看看吧 中式早餐 中式早餐 米粉耶 米粉嗎 好像是米粉 對阿米粉 米粉嗎 好吃 好吃好吃 飯店的早餐呢還算豐富 簡單的用完餐後呢 我們就準備出發前往花蓮了 待會呢 我們會先到蘇澳鎮上走走逛逛 體驗一下鎮上的年節氣氛 但今天的天氣呢 有點陰陰的 有點可惜 不過呢 最終還是希望今天不要下大雨啊 離開飯店後呢 我沿著台二線北部病海公路往南走 途中呢會經過南洋第二隧道 而過了這個隧道之後呢 蘇澳鎮就到了喔 到了鎮上 發現有不少的觀光人潮耶 而像這樣子具有歷史的宜蘭小鄉鎮 我的感覺是年節氣氛 蠻豐富的耶 眼前的熱鬧的 就是當地非常有名的媽祖廟 南天宮 好熱鬧的地道喔 我覺得這邊蠻有年味的 然後旁邊那邊就是港口 蠻有過年的感覺 走出來的人潮呢 填滿了這個小鄉鎮 也因此呢 年節氣氛變得很濃厚 我決定在海港變好好的看一下這裡的風景 順便來穿一下魚衣吧 魚好像有點越下越大的感覺耶 這時候我才發現 這筆的漁船好多喔 應該是過年的關係 大家都回來休假了吧 不過我每次只要看到這樣子的漁船風景 就會想起當兵的時候在海巡服務的時光 那是一段每天都在看海的日子啦 等一下要從南方到這邊騎去清水斷崖 然後那邊有個步道之前沒有去過 老婆小孩跟岳父他們就坐車了 所以比較方便 沒有料到今天會下雨 不過感覺應該是不會下太久啦 記得他的漁船沒有那麼多 可能是過年的關係 大家都回來過年 你看 超多的 因為我在2012年那次來拍的時候 我記得我是從上面那邊拍下來 那邊那邊拍下來 然後漁港的這個景色就一目了然 超級超級漂亮 後來我回來看了一下資料 原來我當初拍下的是 隔壁南方奧觀景台的景色啦 有點似曾相識 但有點不一樣 這邊就來分享一下這張2012環島式拍下的照片 這景色真的很美啊 準備離開數道前呢 我發現旁邊有一座新的跨海大橋 想說就騎過去看看吧 但過程中一直覺得這座橋好像在哪裡看過 對了就是那一個 你仔細看竟然是南方奧跨海大橋突然斷裂 這一段整個橋面陷入水中 歷經兩年五個多月的重建工程 預計會在18號星期天 同車也會成為當地的新地標 原來2019年的斷橋事故 五四個兩元多現在已經重新修復了 現在這裡也變成新的南方奧地標之一唷 離開跨海大橋後就要開始進入到台九線了 對台九線的印象呢 一直停留在那片很美麗的海岸線 但是大型的沙斯車也非常的多 所以也非常需要注意安全啊 這次呢我因為騎的是Vispa的黃牌重機 而目前台九線蘇花改路段也開放大型重機進場了 很幸運的可以來體驗看看新的蘇花改路線 第一次體驗的感覺就是這裡的隧道好長喔 但是騎乘的感受是舒服的 雖然少了舊蘇花的海岸線美景 但是多出來是整體移動的便利性及安全啊 這邊好像是有一點管制 所以它這邊好像就是紅綠燈停留比較久 所以這一段就比較塞一點 可是因為春節的關係呢 有部分的路段呢有管制 不過其實都不會等太久 通過管制之後呢 騎乘起來的路感還是非常的順暢 而一段一段的平面道路沒過多久之後呢 就會銜接下一段的隧道 就這樣沒過多久我就抵達了清水斷崖的觀景區了 騎乘過後呢我只能說蘇花改的效率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 不過的確還是有點小小的遺憾啊 就是看不到那舊台九線美麗壯闊的海岸線啊 現在我們來到那個清水斷崖 那清水斷崖這邊就是它有一個步道可以走進去裡面 然後走進去裡面之後可以看到那個斷崖這邊的風景 環島之前環島都會直接走過去 因為我們沒時間停留 那今天就是這一次就是走村 慢慢的走的一個行程 所以想說走一段看看裡面的風景怎麼樣 其實我也沒去過 那京都下面這邊很多都有很多古道了 希望有機會都可以去看看 那我們就慢慢走進去看看吧 哇好多人啊 因為是斷崖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落石啊 可以來到我指道 可以來到我指道 可以去那裡 來來來來來來 剛剛騎乘的過程中看不到的海岸線 在這裡依然無遺啊 可惜今天的天氣有點陰陰的 不然這個景色應該會更美吧 欣賞完清水斷崖的美景後 我想到了一個好主意 來休息一下 讓自己放鬆一下心情吧 於是呢 我打開我的午餐箱 取出我的咖啡器具 來泡杯咖啡吧 我想坐在斷崖邊的涼亭裡 聽著海浪聲 感受一下海風 自己好像就會自身在一個寧靜的世界 這個時候啊 喝著咖啡 是一件再適而不過的事情了 我們放慢的腳步 來到東部人夜稀少的海岸線 在這個海岸線上 海風吹著我的臉 河邊傳來著海浪聲 彷彿可以聽到海洋的呼吸啊 站在海邊 遠眺著一望無盡的海平面 感受海浪的激情 但它的狂暴跟不可預測性 讓人疏然其境 即使在這麼美麗的風景之下 我們也是需要時刻 保持對大自然的敬畏啊 有時候呢 會覺得海有種莫名的魔力 當你心情好的時候呢 它會讓你放鬆身心 沉浸在無限的美好 當你心情不好時 海洋會療癒你的憂傷 帶給你平靜和力量 這種感覺啊 可以觸動人性深處 讓人無法忘卻 不用怕 你嗎 要不要嗎 有什麼事 你心情好 我會不會想到你 有什麼事 我會不會想到你 你會想到你 你會想到你 有什麼事 你會想到你 有什麼事 你會想到你 接著來到太魯閣大橋 騎在橋上的我看著藍色紅色相間的橋樑設計 讓我想起了10年前的那次環島 不同的是這次我在南下的路上 而10年前的我在北上的路途上 騎在這個橋上搭上腦中的回憶 那一瞬間我想起了當時的我 有一種莫名的感覺 我好像在平行時空遇到了10年前的自己 那個騎著紅色尾式牌的我 放開了雙手 仿佛可以飛翔到天空 那些腦中的畫面太美了 時間無法到回青春一去不復返 但過往的環島感動是一輩子都不會忘的 記得很久以前有一句話是這樣子寫的 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 每當遇到低潮或挑戰時我都會想起這一句 人生只有一次 別想了 想做就去做吧 10年後的今天 我一樣還著島 而當初一起還島的夥伴們 因為工作 因為生活 很難再一次一起出發 即使少了他們的陪伴 但多的是家人一同出遊的回憶 也是一次不同的體驗 即將抵達花蓮市區了 雨越下越大 趕快換上雨庫雨衣吧 接著我們來到了吉安慶修院 這裡也是台灣現存最完整的日式寺院 它在日治時期是日本移民的宗教信仰中心 撫慰著日本移民的思想之情 經過整修重建後 吉安慶修院散發出濃濃的江戶風格 走在院內你可以感受到殘異的氛圍 並且欣賞到精美的日式建築 除了建築之外 那這裡還有一些珍貴的文物 可以讓你更深入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跟文化喔 現在來到那個吉安慶修院 非常具有歷史的一個日式風格的佛飾 全木造的概念 然後保留的蠻完整的 那這邊現在幾乎就是一個觀光客森林 然後有了可以買紀念品的地方 那這邊我覺得這個蠻特別的 這個是我在日本的這個京都啊 我看過類似的東西 後來我查了一下資料喔 發現這88尊石佛的背景不簡單 這些石佛呢源自於日本四國88處林場 是一個日本四國朝聖之旅的聖地喔 據說佛教徒在聖地進行巡禮和禱告 可以祈求健康和長壽喔 羊超好的耶 這應該是巨獸吧 這顆也很漂亮 這顆也很漂亮 超級龜貝羽 我這超巨大的 你覺得這邊怎麼樣 氣死了 氣死了 好啦好啦 那這邊就是 一個不錯的景點啦 但是小朋友來就是導彈 很耐 好啦走走走我們去那邊買 走 離開慶祐醫院後 家人們打算先前往民宿放行李 我就趁著時間空檔 就在附近走走 竟然遇到牛欸 竟然有牛 嗨 嗨 接著我就前往星巴克回蘭門寺 之前就一直很想來看看 這個亞洲手間以貨櫃打造的貨櫃屋門寺 外觀呢是由建築大師魏元武所設計的 這一次終於找到機會來去探訪一下 各位我們來到星巴克回蘭門寺 那我本身對這個星巴克咖啡是沒有什麼太大興趣啦 但是我對這個空間的規劃是蠻有興趣的 我想進去看一下空間 好不好 我們再走走吧 他曾經爆紅 那可能今天是春節的關係 所以人還是很多 好啦我們去看看啦 好不好 這邊他也有提供那個 Drive Thru的外帶的服務 這個真的很酷 這種貨櫃造型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然後用全白色的設計 搭配他們的基本的綠色 現在連我要進去喝咖啡應該都很困難 人太多了 人真的太多了 走進來發現人潮真的超多的 不愧是星巴克的電網啊 這間店呢曾經創下單月營收超過800萬 這個數字實在很驚人 實際走進來發現真的沒有他的實力了 我的感覺是內容的客人沒有到很多 還有很多是來買杯咖啡 在外面打個卡就離開了 還有一種是像我這種觀光客人 來串門子的吧 不過今天是春節期間 滿滿的人潮也是合理啦 內部空間有點像迷宮 我還不小心在一個角落 找到一個無人的空間 這個例如讓我們看看 可以看到花蓮的業績 真的蠻有設計感的 可以來看看 但我今天也沒時間 我要去跟 我家人那邊會合 所以我就沒有點哈佩爾 真的是進來看看的啦 哇他洗手間在這邊 喔這他洗手間的位置 好OK我們要先走了 GoGo 晚上呢就在民宿附近 找了一間路邊的仙草店 簡單的游泳餐 想說呢就簡單吃一下 因為待會還要去夜市吃吃喝 順便帶小朋友去放放風啊 最後一個行程啊 晚上來到這個東大門的浮頂夜市 這個夜市裡面好多人喔 看一下 我是一個人家 我看來看來看我 Dom 這個天氣 好了 這個天氣 什麼 這裡 現在 沒有 我看你 什麼 沒 你們看你 下肚 哇 好可怕 哇 嗨 哇 哇 欸 哇 哇 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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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掉 撥去 才玩幾秒 幾秒 沒有了怎麼辦 好了啦 放起來 好可憐 他要跑掉了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東大門夜市 整合了以前的南濱夜市跟自強夜市 變成整個花蓮最大的夜市商圈啊 還有雨遮棚的用餐區 及不同型態的各區規劃 真的很不錯耶 這個地方他有整合了一個自強夜市 然後還有原本東大門夜市 反正他分很多區 然後還有原住民一條街 還有府頂夜市 他把他全部整合在一起 超超超大 夜市超級超級無敵 而且人超級無敵多 所以如果晚上 我覺得花蓮 這邊應該是 真的是必來 我覺得蠻好玩 是他有分區 就是吃的喝的 然後跟玩樂 都把他分開 這樣子分類 我覺得非常不錯 好 就到這邊 好 這邊我就轉過去 看一下 今天要上科幻山了 應該會很冷 所以我打算先足以無熱水 上山如果會冷的話可以回溫一下 不然可能整個會很好 今天溫度有點驟降 街風超大的 可是這個你看超誇張超多人的風 不吹得亂七八糟 不知道好不好吃 等一下來吃看看 等一下很久 有人去幫忙買 你等多久 快一個小時吧 來看看一個小時的早餐 來吃看看這個 等了一個小時的 培根蛋吐司 麵爐早餐 他這樣應該是 充蛋的籃子 那他吐司 我感覺 比一半的吐司還小 是因為切片的關係嗎 還不錯啦 還可以吧 是蠻好吃的 但是 你要我等一個小時 我可能會考慮 他不用加醬 他不一定沒有加 其實是有味道 好吃一個蘿蔔 他都說他跟我加 還可以啊 還可以啊 吃完美輪早餐後 我們就要出發前往花蓮受風的雲山水夢幻湖 這段路線呢 我們沿著台11秉往南移動 約30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到達 印象中 這條路線好像也沒有走過 路程中也蠻多驚喜的 還拍到了一群在草地休息的牛 因為通常環島路線會往台9線花東縱谷 或者是台11線東部冰海公路騎乘 不過也正因為沒有騎乘過 所以這一路上也蠻多特別的風景 還經過了這個小鄉鎮的綠色隧道 隨著雲山水越來越接近 我也感受到這邊整體的氛圍不太一樣 看到好多的洛宇松 還有隱藏在小巷裡的別墅 真的有一種世外桃源的感覺 感覺這裡好像很適合退休生活啊 這邊就是我們花蓮的最後一個行程 那今天我們就要回台中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雲山水到底有多厲害 很大的感覺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這裡吧 對這有個城堡 那就是那個城堡 所以進去 這樣繞一圈是剛好 喔喔喔喔喔 它現在就是有租電動車就可以有送門票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哇 可以看好多動物喔 可以啊 上車嗎 坐鑑車嗎 很漂亮欸你看 哇 我們因為有帶小朋友的關係 就想說租一台電動車比較方便吧 因為整個園區其實佔頂滿廣大的 想說剛好可以抵門票 所以就租了車載著小朋友 傳說在這個園區裡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洛宇松都落葉了 都沒有洛宇松 我覺得真的比較可惜 洛宇松都沒有葉子 因為只要120 如果門口租電動車 電動車是500塊 一般夾到車是200塊 都送門票 500塊是送兩張 對對對 一般夾到車200塊是送一張 現在還滿划算的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雲山水啊 是一個佔地約24公頃的自然湖泊公園 又被稱為夢幻湖 聽說它原本是一處私人秘境 後來有一些品牌來拍攝廣告之後 地點就因此爆紅了 不得不說這邊的湖景 真的蠻漂亮的 有看到魚嗎 開心嗎 他們吃得好開心喔 他們吃得好開心喔 他們吃得好開心 欸他講話欸 欸欸欸欸 欸走掉了 欸欸欸 這一片特殊的湖景 搭上背後美麗的房子 真的有一種在歐洲的感覺欸 沒想到花蓮有一處這麼美的秘境 但是一樣很可惜 為什麼今天的天氣是陰天呢 我相信這邊四季的景色 一定都有不同的感覺吧 希望下次可以在不同的季節 再來探訪一次 結束行程後我們準備要回城了 兒子呢就跟著爺爺奶奶繼續環島行程 簡單的跟兒子倒邊後我們即將整裝 前往綜橫回台中 五嶺現在溫度 三度 三度 特別的狀況產生了 你就喜歡搞這種嗎 明天要趕回去上班再塞掛料 對阿 按下七塊就發不起來 可能是電瓶的問題 按下去 很意外的本來就準備好要出發 結果現在遇到這個 突然的狀況 突然的狀況 沒辦法發生 超無奈 怎麼在我最後要離開中文的地方 就是發生這件事情 好 倒是因為他 王子 他現在後面冒火 哈哈 他問我阿 唉 你為什麼要這樣 我們就準備要出發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 再給你一次機會喔 可以機喔 再給你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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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突然發起來啦 到底 快點啦 走啊 突然又發起來啊 非常戲劇化的 車子竟然沒辦法發動 趕快聯絡花蓮當地的尾斯牌門市 請求道路救援 但是雲山水這邊 離花蓮市區還有三四分鐘的車程 於是我就想說 繼續來發車看看吧 結果還真的不想給我發了起來 二話不說 趕快往花蓮市區移動 目前的時間是下午一點多 由於前往中等的路上 還有個官員管制帳 必須在五點前要抵達 不然呢就會在隔天早到七點才會開放啊 現在車子突然出狀況 時間對我來說非常有壓力啊 你好 我剛好打電話來 你好 我剛好打電話來 老闆有看 剛剛 就是突然發起來 趕快打電話跟你講 趕快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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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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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一下老闆 等待換電池的同時跟老闆小聊一下 他說春節這一天也救了蠻多台車 大部分也都是從外泄市騎車來花蓮玩的 真的還有他有營業 不然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OK 謝謝 復活了 我先我先 好 謝謝 拜 我們就是等你現在要吃個小東西 我們就要上路了 要去吃東西 到泰鱸閣加油站有沒有 他沒有就有這門 哦 加油 謝謝 慢走啊 老闆來吧 其實維修速度還蠻快的 真的很謝謝老闆 離開維修站之後呢 我們就馬上趕路往中橫的方向前進 現在時間大概是2點 我看著導航上距離中橫觀念館這站的時程 大概還要兩個半小時左右 也就是說時間事實上有點緊迫啊 但這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吃午餐 所以我們打算到泰鱸閣中橫路口之前 簡單的吃個午餐 加完油後 馬上就要上路了 不然時間真的會來不及啊 也希望接下來的路程是一路順遂 不要再有奇怪的鳥事發生了 只希望能夠平安順利的抵達管制站 才能夠順利回台中啊 加完油了 等一下就是要準備要上路 等一下要記得在手上 我老婆第一次要跟我上班 我還沒上去我就覺得 因為那個安全帽那種頭很重 然後很不舒服 不是屁股做的類 是頭跟太重 然後你那個頭一直撐那個安全帽 這段話要快走 吃完午飯後 距離關於管制站的路程時間 又更緊迫了一些 其實我也是在吃完飯後 稍微查了一下路程 有小小嚇到 導航上的路程顯示 我們到達管制站的時間 剛好是5點 唉也沒時間想那麼多 趕快衝吧 雖然我有時程上趕路的壓力 但我還是要說 騎在泰魯閣 穿約在山谷之間 真的非常的享受 這裡絕對是國際級的景觀美景 每次來都每次讚嘆 老實說我已經忘了是第幾次來到中橫了 可以確認的是 是我第一次跟我老婆騎車上來 過程中啊 雖然有點不太順遂 但看到美景的時候 就會忘記剛剛發生的那些鳥事啊 在泰魯閣裡面有個蠻特別的景點 就是這一棵巨大的青蛙石 上面有一座觀景亭叫做藍亭 遠看呢 像不像一顆青蛙 頭上帶著一個小皇冠呢 隨後經過紅色的這座慈母橋 相傳是有一位母親每天在這裡等的兒子 所以這座橋又被稱為慈母橋 可惜我要趕路不難真相 停下來拍拍照 看看河谷上的風光啊 騎乘過程中我發現今天的車流有點多耶 我真的有點害怕會來不及抵達管制站 但是不管怎樣還是安全第一啊 但這個情況呢 在過了天翔之後有的不一樣的變化 我發現這個時段往中橫的車潮 大部分是要停留在天翔啊 就在離開天翔後 車潮全部不見了 只剩下我們獨自騎在這個中橫的路上 這個時候氣氛有點怪怪的 而我也看了一下導航的時程 預估大概就是5點會抵達 心裡有點毛毛的 彷彿有個聲音在問自己 如果等一下過不去 該不會要在山上過夜吧 隨著海拔越來越高 這時候的溫度也越來越低 中間的這段路程幾乎沒有車 而且天氣變得陰陰的 我最怕的就是下雨又起大霧 加上天雨露滑速度會根本快不起來 這樣的氣氈壓力之下 心裡感受真的非常忐忑啊 果不其然 越覺得不會發生的事情 越容易發生 經過橫山隧道沒多久之後 就開始飄下雨來 而且還起了大霧 這時候人間度非常非常低 而且溫度又變得更低了 眼前我分不清楚是雨水還是霧氣 這時候我的眼鏡跟安全帽的鏡片 全部視線模糊 加上剛剛的過程當中 我並沒有戴上口罩 我開始感受到我的臉 有一絲絲的麻痺感 而且還有點痛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經過隧道時 這也是唯一可以喘息的時間 讓我的臉部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 不再那麼冰冷 但是只要一出隧道 又是另一段冰雨的煎熬啊 這樣我也忘記是騎乘了多久 一路就逆著風往山上趕路 而且我根本不敢停下來休息 因為我知道啊 時間是非常緊迫的 根本沒有躲在休息的時間啊 心裡一直想著 不能放棄最後抵達官員管治戰的機會 硬著頭皮 繼續往前衝吧 就這樣突然一道陽光灑了過來 我的臉上感覺到非常的溫暖 而且這時候雨也停了 旁邊還出現了超美的雲海景色 其實這時候的我呢 並沒有特別注意到旁邊這個大景 我心裡一直想著 管治戰到底到了沒啊 最後終於看到金馬隧道的路口 而金馬隧道的後面就代表 官員管治戰快到了 這個時候心裡面才放下一塊大石頭 出了金馬隧道之後 我才真正的看到我旁邊這個景色 天啊 這里實在是太美了 剛剛被冰雨以及大霧摧殘的我們 完全被溫暖的起來 眼前美麗的山林 及壯闊的懸崖峭壁 還搭著陽光及雲層的飛舞 這樣的景色 整個讓人舒暢的起來啊 在最後一秒 趕上管治戰 最後一刻 現在是4點47分 5點是最後開放耶 1.48分 2.48分 1.48分 我現在超好吐 站在路上是什麼意思 站在路上什麼意思 3.48分 3.48分 幹我一路...一路到一路不到 沒辦法我一定要趕時間 沒有我剛才就等很久了 一路想說快到了沒 想說一到我就馬上站在路上吐 我在發抖耶 因為我沒有戴到口罩 用神秘在拍片欸 我覺得是用神秘在拍片 我在發抖 他好笑喔 快點 快 是不是以前是摄什麼度 6度 6度 有一點停下來的會發抖 有一點 最後一個時段 觀園管制站 最後一個時段 通過最後一個管制站 可以回太重了喔 太麻煩了 好 當管制站一開的時候 經過這條路時 老實說有點出目驚心啊 台八線綜橫的這條關於管制路段 這兩年一直攤幫不斷 所以都必須管制人車的出路 經過的時候真的要非常小心 你看這個影片片段就可以知道 這個地方為什麼要封閉管制了 真的很謝謝春節期間還要維護這個路段的工程人員們 真的是辛苦了 雖然管制進出導致很多的不方便 但老話一句 安全回家 才是唯一的道路啊 我的心境來到這邊時 有點像洗山溫暖一樣 從太五格區段開始時間壓迫的緊張 一直到中間天氣皺變 視線模糊的無助 最後看到最美的雲海景色 即抵達管制站的豁然開朗 最後經過管制路段時 看到工程人員的心酸 有人說 夫妻爬山就像在走人生的旅程一樣 我倒覺得這段騎車的旅程 短短一段 我也有了好多的體會 我們有了共同的目標 是要安全回家 在路程遇到挑戰 是不友善的天氣 在最後一刻 堅持到路程的最後 最後獲得獎勵 是難得一見的雲海美景 從目標再到挑戰 從堅持再得到獎勵 真的好像一段小小的人生旅程 穿過管制站之後 我們現在最強的是 來一杯熱騰騰的奶茶 或是咖啡啊 要用什麼呢 攪拌啊 好不用 喝就喝 為什麼會這樣 喝就喝 為什麼會這樣 我沒辦法控制 喝就喝 我沒辦法控制 我沒辦法控制 你沒辦法控制 那為什麼別人喝 就不會發出誰 奇怪 吃一下 好 來到河灣派出所這邊 路被封了起來 我有點傻眼 趕快下車詢問一下 原來是要封閉 要過去官員路段的對象來車啊 剛在裡面喝熱飲 喝到忘記時間出來的我們 嚇了一跳 值班警員趕快把我們開門 這時候我才發現 對象車到好多車喔 他們好像真的要等到早上起點 才能夠通行耶 我心想再玩15分鐘 我就跟他們一樣 要在對面的山頭等待了 這一趟我深深的感覺 旅行 其實重要的不是終點在哪 更重要的是 我們體驗了整個位置的過程 這才是最美的吧 謝謝看到影片最後的你 陪著我們一路的騎乘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及分享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就會收到新影片通知喔 我是KING狼 我們下次見